請問一下就是Delta如果侵入北市,那又爆發疫情,這個振興加碼碼有可能暫緩嗎? 振興是這樣啦,其實它中央啟動也是10月8號 所以今天才9月10號 所以常常這樣啦 一個月後的事情實在很難預測,我說大家很不習慣這種生活 但是慢慢的恐怕這是不得已,就是新常態 就是我們要有應變,要有風險管理,就這樣 那你現在問我一個月以後的事情,我沒辦法回答 市長想追問一下剛剛中秋節的那個烤肉的事情,因為你剛剛有講到是因為颱風 可是因為它其實中秋連假是在更下一個週,所以那個 那這兩天不能烤肉延續到下個禮拜的中秋連假 通常是這樣嘛,中秋節的事其實下個禮拜 其實本來新常態就是這樣,就是說 中秋節的事 你五六天前我再跟你講行不行嘛 那你要叫我,就好像真性倦,你要跟你預測說一個月後它能不能用 我沒那麼厲害 所以新常態的確就是 應變的心態 機動應變的心態,這第一點 第二點 風險管理的概念 所以慢慢所有企業大概在未來要生存 這兩樣一定要做到 應變 風險管理 那風險管理就一定要加上保險 這是不得已的 對